巴厘岛机场关闭两天后 终于在今天下午三点重开 让部分航班恢复飞行 解决各国游客滞留机场的窘境 由于大部分航班之前已经宣布停飞 因此今天离开巴厘岛的航班相当有限 使得许多乘客倍感无奈继续滞留机场 如果明天没有受到火山灰影响 预计航班将陆续恢复运作 马航和亚航都分别允许乘客无条件更换航班 其中马航今晚在网站宣布 明天至少会有三趟飞回马来西亚的航班 最早的班次会在中午12点10分出发 另外马航也宣布安排陆路交通 让乘客选择转移到四水登机回国 我国外交部也发文告 呼吁滞留巴厘岛的1359名大马人保持冷静 远离危险地带 同时向驻雅加达大马大使馆报平安 如果国人面对任何问题 随时可以联络当局寻求协助 NDP7综合报道